各位姐妹感谢主的恩典 你知道主日 主日今天刚好讲的哈利路亚 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熟悉哈利路亚这句话 当然就是颂赞主人 你知道哈利路亚出现在哪里 就是在启示录里面的十九章 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 之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 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隐形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 又说哈利路亚 第二次讲哈利路亚 稍微淫妇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第四节 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伙物就服服敬拜 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 第三次讲哈利路亚 又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 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赞美我们的神 那其实还有一个哈利路亚在第六节 那弟兄姐妹 那时候整个宇宙就发出极大的声响是什么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为什么因为所有黑暗的权势通通已经都解决了 被丢到火湖里要烈火就是他们的份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这个宇宙当中发生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颂战 第一次出现哈利路亚 一共这一段时间四次 那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神太伟大 耶稣所成就的事太伟大 圣灵所做的工作太伟大 那第一次哈利路亚是群众的群众 他们在那边第一次第二次都是群众 我们看见两次在那边宣告上帝的公义 讲到神为我们在淫妇的这一件事情上 来申我们的冤 所以两次哈利路亚是位置 第三次是在二十四位长老跟四伙众在那边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感谢神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神的宝座太尊贵太荣耀 他们就在那边敬拜 最后一次是这个讲到群众 这个第四次种水的声音跟像大雷的声音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就是哈利路亚 这个四字的哈利路亚 为什么四字 因为我们的神太伟大 颂赞归给他 哈利是赞美的意思 路是你 亚是神 赞美你神 赞美你的神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说实在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启示录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主日崇拜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那为什么主日崇拜我们要来到教会聚集在一起 那弟兄姐妹我一个人唱我跟Youtube一起唱也可以唱得很高兴 但是弟兄姐妹这不是种水的声音 不是大雷的声音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 我们进到会堂里面 我们就同声来赞美颂赞我们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那边唱诗赞美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 我们就在预先的表达了那个有一天在天上的那个哈利路亚的赞美的大聚会 那一次的崇拜乃是达到整个宇宙最高的那一天 所以弟兄姐妹主日崇拜就是预示那个荣耀的日子将要领到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放弃 每一次的主日崇拜都是非常的要紧 请你要早早来 那弟兄姐妹十点钟 你能不能可能在九点五十五分以前 你就到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因为前面是我们赞美敬拜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太重要 那个日子 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那边预演 预演一直表演 好像预示这个日子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终有一天真正就要登场 那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场 阿们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次聚会我们都在场在场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求主恩待祝福 让普天下所有的儿女 当疫情开始减弱的时候 每一个人有机会就回到教会 跟弟兄姐妹一同把哈利路亚的聚会 建立起来 来荣耀 来预示 那一个荣耀的 这个颂战的日子 我们一定会在其中 阿们 祝你一同在 祝你一同在